香港人特别守规矩我给你举三个例子第一个我昨天去七十一买东西买了两罐冻饮和一些零食 然后我跟结账那个人说我要一个塑料袋结果我看见他把两个饮料装进去之后呢其他零食没装进去我就纳闷我跟他说那袋里不还有一大堆地方呢你帮我装进去呗 结果他跟我说政府规定如果是冻饮装到袋里话那个袋是不收钱的只要那个袋里装的不是冻饮 那么就要多收我五毛钱因为我没有给袋的五毛钱所以他不能把零食给我装进去 我当时都震惊了这香港这七载去了不知道多少次了这第一次有人跟我说这个他也跟我说如果被抓住了要罚钱 我说罚多少他说罚五千当然不是香港所有收入员都这样啊我也是第一次听有人这么跟我说 第二个例子我前一阵跟一堆人坐船去一个小岛这下了船以后大家都饿了嘛就去一个餐厅排队买东西 因为那岛也小那餐厅也少所以就很多人排队排到我的时候呢不知道从哪冒出几个队友他们刚才没在这排队好像去哪转去了 他们跟我说刘达我们这有三个人你帮我们一起点了呗结果我旁边一个香港人跟我说你不能这么干呢你这属于变相架三啊 我一想有道理我就回头跟那三个队友说那不好意思这你们仨去排队吧 第三个例子我有一次跟几个人去爬山爬了好几个小时 然后刚下山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男同事不见了这是个香港人 我就问其他人我说他去哪了他们跟我说他去抽烟了 然后我才知道他是个老烟民了后来我就问他 我说我们整个爬山全过程从来没见过你抽烟你憋着不难受吗 他说没办法啊那爬山呢那山里面抽烟容易着火呀不能抽烟呢 我回头一想我这些年在香港爬了不知道多少次山 真的我在山里面几乎没有见过烟头 我为香港人遵纪守法的精神点赞 来抖音急速版看视频领现金 看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